这两年新能源是非常的卷 不仅要卷价格 卷三电技术 而且智能座舱也是他们现在的主要赛道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不少的手机厂商也加入到了这场战争当中 比如说华为 比如说小米 还有我们今天要体验这台 几粒银和E5 它是跟魅族联合开发的 Flyme智能座舱 那么它的表现究竟怎么样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我已经坐进了几粒银和E5的座舱里面了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硬件参数 首先它搭载的是一块15.4英寸的2.5K的中控屏 以及10.2英寸的仪表盘 还有超大画幅的抬头显示 所以说这个硬件搭配之下 是能够给我们展现一个智能科技的观感的 那么实际它这块中控屏 是采用的是一块几粒字研的龙鹰1号的芯片 同时也是国产的第一颗7纳米的赤硅级芯片 而且它的性能是跟815芯片是相媲美的 但是它的AR算力是815芯片的2倍 所以说它是能够带给我们比较流畅的一个智能化的体验的 现在我们就来好好体验一下Flyme Auto 这套吃鸡系统究竟好在哪里 首先它的桌面是支持 地图跟壁纸两套桌面的 如果你经常使用导航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地图桌面了 可以更加方便快捷的进行导航 那么如果你觉得地图桌面相对来说比较凌乱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壁纸桌面 整体就看起来会更加的清爽了 即便是在壁纸桌面的情况下 它的左上角也是有一个地图的一个标识的 也可以更加快速的进行导航了 那么在下半部分是一个小卡片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定义来选择我们常用的一些功能 最下方的这一栏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车辆功能 比如说它的空调 还有车辆试制等等 这些 所以说这整块桌面我觉得相对来说使用起来还是相当的方便的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制套吃鸡系统跟我们使用手机的逻辑是基本保持一致的 所以说不用花时间去适应制套吃鸡系统 在下拉菜单上也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方便快捷的功能控制 比如说它的驾驶模式 还有天窗制氧帘等等 那么我们在上拉的时候也能够看到 吃鸡里面的一个应用的列表也可以更加方便的去指导我们想要的APP的应用 我在视频开头的时候也提到过它的制套Flyme Auto的智能座舱是跟魅族联合打造开发而来的 那么它的手持互联自然就是它的关键也是它的卖点了 那么现在吃上也是有一台面积手机的 我们通过互联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已经互联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的时候呢 是能够看到其实手机上的APP里面都有 而且呢它是支持手机页面还有一个列表的一个显示的形式的 比如说我们想要使用手机APP的话呢 直接点就OK了 而且呢它的一个屏幕是能够自适应到吃鸡屏幕上的 这一点我觉得相当棒的 也不会滋档到吃鸡上面的一些其他的信息 我们点开一个视频看一下 而且呢它整个使用的一个友谅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另外呢如果你觉得它的这个屏幕显示太小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全屏来显示这个屏幕 这一点我觉得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一个优化 如果你刚刚视频还没看完的话 但是你又要下次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上的APP 然后它是自动的就会流转到手机上了 它整个的流转的一个流畅度 我觉得是相当相当棒的 也能够带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用词体验 这一点呢我觉得是跟华为问界这些的使用流畅度 是基本上是能够相媲美的一个程度 那么关于吉利银和EU Flyme Auto的智能座舱的分享 就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 那么大家觉得这套智能座舱感觉怎么样呢 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那么这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